第38章 当花瓣飘来淋雨出世地时 清选他们见到淋雨 双筒黑色 全身散发一股浓厚的黑气 并对他们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而在淋雨的身后 是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李瑞颖 清选费然不悦道 红旭有本事就针对他 不要老是伤害无辜的人 此时的淋雨紧开口讲话 但出来的声音却是红旭 红旭绩笑清选 这么紧张这个小姑娘 是不是对人家心动了 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 还妄想年轻的小姑娘 真是厚颜无耻啊 清选怒吼红旭 别在那里胡说八道 红旭不理会而继续说 清选的反应足以证明了一切 要是当初对子玲也这般用心 子玲又怎么会跟她走 都不知道子玲有多么需要她 她和子玲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阿里听不下去 平平的作偶 指红旭真不要脸 抢人家的老婆 还这么理直气壮 也难怪他们会在一起 一个忘恩负义 一个狼心狗肺 确实很般配 红旭不生气 继续的激怒他们 清选再忍不住 愤恨地握住清离剑 往淋雨刺去 但就在剑要接近淋雨时 清选却停下手 唤她嘲讽红旭 说红旭这激将法演得不错 不过就是要击她杀鬼 让她的名声更错点 红旭笑得更要挟 指清选太天真了 恰巧李瑞醒过来 见到清选见对向淋雨 大声地喊清选歌 不要杀她 清选一个走神 却听到红旭小声地说暴字 一瞬间淋雨的魂魄 竟然爆炸 所有的人 被突然剧烈的气体 冲倒在地上 等烟雾消失后 清选眨眼地看清楚 前方的情况 淋雨的魂魄已然不见 而李瑞颖晕倒在地上 清选抱起了李瑞颖 心疼地抚摸她的脸颊 阿里跟牧城神尊及领圣邀王 赶过来 说先带李瑞颖回去疗伤吧 这里不宜久留 于是清选抱着李瑞颖消失不见 其他人也跟着离去 李瑞颖睁眼地看四周的环境 自己怎么会在一座公园里 当她左看右看时 却见到淋雨 面带微笑 在玩荡秋千 李瑞颖想靠近点看淋雨 可淋雨却离她越来越远 任凭她怎么呼唤 淋雨始终只有微笑 请客之间 李瑞颖张开了眼 转动了眼珠 看见了熟悉的天花板 清选心难地叫换李瑞颖的名字 李瑞颖才看向了清选 清选问她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 李瑞颖回 没有 她怎么会在房间 清选说 淋雨自爆灵体时 她被伤到 所以带她回来治疗 李瑞颖问大家有没有事 清选说 牧城神尊他们离比较远 所以没事 施中坤他们去找张警官谈事情 不在现场 李瑞颖欲起身了 清选贴心地扶她起来 等李瑞颖坐好后 清选坐在床边 望着李瑞颖 李瑞颖说 她记得最后一幕 是清选哥要杀淋雨 清选哥真的要杀淋雨吗 清选把问题推回去李瑞颖 问她觉得她会杀淋雨吗 李瑞沉思了一会肯定的说不会 清选问她为何这么确定 李瑞颖回 清选哥不是那种毁烂杀无辜的人 要杀的也是罪大恶极的人 可淋雨不是 清选像是得到满意的答复 嘴角上扬了许多 是洪旭 故意刺激她杀淋雨 她故意直见刺向淋雨 目的是想看洪旭 到底想干嘛 她本就无意杀淋雨 只打算把淋雨 关回冥界的地牢里 她在找方法救淋雨 谁知道洪旭那个疯子 为了伤害他们 竟不惜的爆炸淋雨的魂魄 李瑞颖心里难受 问了一个很艰难的问题 那淋雨是不是魂飞魄散呢 清选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但她还是答了 是的 李瑞颖悲伤的渲难欲气 指淋雨生前遭受到别人灵虐 死后又被洪旭利用 弱得灰飞湮灭的下场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 好人难道没有好报吗 清选抱住了李瑞颖 手轻轻的拍李瑞颖的后背 安抚了她的情绪 说秘术的安排 即使是神 也不能逆天改变 但你与遭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 老天爷一定会还给她公道的 请她一定要相信 李瑞颖相信清选的话 但还是靠在清选的胸膛上 小声的出气 第39章 林雨的奶奶最终没有遭到魂 后来李廷带李瑞颖去给林雨上香 李瑞颖看见奶奶伤心欲绝的模样 不敢说出林雨早已魂飞魄散的事 只能安慰奶奶要坚强的活着 而在警方切而不舍的找寻证据下 终于在拖把的把柄上 跟林雨的衣服上 找到三种指纹 并依指纹找到三个人的身份 盖头的瘦膏型女生叫吕沁亭 是富商的千金 父母常年在国外工作 留他跟几位佣人在台湾生活 其余两位是单亲家庭的小孩 因为吕沁亭常请他们吃东西 所以久而久之 他们就成为吕沁亭的跟班 平常在学校表面装成乖学生的模样 私底下却欺负学生 林雨只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吕沁亭家境富有 很多学生被欺负也不敢说 因此让吕沁亭更肆无忌惮的 在校园展露魔爪 嗨 有钱人家的小孩是宝 穷人家的小孩是草 吕沁亭的父母 特地聘请的金牌律师帮他打官司 吕沁亭最后以过失致死罪被判入刑 林雨的奶奶当然不能接受这审判 她认为吕沁亭是故意杀死她孙女 应该要判杀人罪 而且犯案后又无悔改之心 这样的人可恶至极要求法官重判 但法官已下了不得上诉的结果 林雨的奶奶伤心的哭倒在椅子上 身边的律师于心不忍的安慰她 李平跟李瑞颖、施仲坤还有清玄 坐在后面的椅子上 吕沁亭听完判决的结果后 嘴角偷笑着 李瑞颖愤怒的站起来 手指向了吕沁亭 要她别得意 她逃过阳间的法律 逃不过阴间的审判 十八层地狱正等着她 大驾光临 吕沁亭以为自己遇到疯子 不在意而由法警带她进去 在停车场 林雨的奶奶被一对年轻的夫妻 参扶进去车内 年轻的夫妻向李平他们一群人致谢 说林雨的奶奶是她的沈婆 虽然平常很少联络 但沈婆曾在他们经济困顿时 就寄过他们 他们一直把这恩情放在心上 现在只剩下沈婆一个人 他们那里的日子还过得去 会接沈婆回去照顾 李平说他们心地真好 孝顺的人会有福报的 本来想说好人会有好报 但现今连她自己都怀疑 好人真的会有好报吗 聊了一会儿后 年轻的夫妻便开着车 在林雨的奶奶离开了 世仲坤也说他们该走了 李瑞颖说她心情郁闷 想散一下夫再回家 清泉说会陪她的 李平说好让他们要注意安全 他们先回去跟其他人说这结果 叹了一口气而上车 世仲坤也面容忧愁 开车而载李平回家 清泉陪李瑞颖散起步 当他们走到出口处时 看到旅清廷的父母正对那名金牌律师 举功道谢 金牌律师笑得很开心 与他们相谈甚欢 李瑞颖愤怒的握紧拳头 清泉的大手紧紧的握住 李瑞颖的手腕 不让她做出冲动的事 两人就站在原地 恶狠狠的直盯住那三人 李瑞颖问清泉 如果以地狱的刑法来判 那三人要判什么罪 清泉陪她不去想判什么罪 那太伤脑了 直接让他们从第一层开始受刑 直到最后一层 李瑞颖威威一笑 问清泉这次 是要抓他们的生魂下去吗 清泉陪不 很快的他们就会享受到了 两人心有灵犀 抬脚往前走 经过那三人时 没有跟他们起冲突 而是选择忽略他们 拿金牌的律师 觉得背后一阵冷 转身看 却什么都没有 又继续了和李沁廷的父母闲聊 第四十章 凌羽的事告一段落后 李瑞颖和诗文奇和往常一样上学 因为凌羽的事 让他们抓鬼联盟的名号 打响 许多学生好奇而问诗文奇各种问题 诗文奇虽然不必应付花痴 但每天面对各种奇葩的问题 他劳累的说 上学比出轨还累 台上的老师正在讲课 李瑞颖的心思却飘到千里外 他望着窗外 想起昨晚与清玄在屋顶上的谈话 他告诉清玄 凌羽魂魄自爆的那一晚 他有梦到凌羽在对他微笑 清玄回可能是在跟他道别 李瑞颖问 真的没有办法让凌羽的魂魄 重新的凝聚归来吗 清玄语气沉重而回 有 但这样做 有违天也 他知道他想救凌羽 但不管是人 或者神 都不能擅自的违背天命 假设 天道本来许给凌羽 下辈子可以投胎到好人家 享受衣食无忧的日子 可因为他的不忍心 重新的聚集凌羽的魂魄 结果凌羽复活了 但却要跟奶奶阴阳两格 还想起自己生前所受到的虐待 那凌羽岂不是更加痛苦 而以为帮助凌羽的他 不是更加悔恨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 李锐音说 说明白清玄哥的意思 他不再执着淋雨的事了 清玄说他太年轻了 有很多事情不能依自己的情感而行事 凡是要三思而后行 若真的想不出来 可以找他聊一聊 李月颖说好 但脑海一个念头闪过 当初子林死掉 难道清玄哥没有想过复活子林吗 清玄见李瑞尹师神 守在李瑞尹的眼前挥一挥 李瑞尹回过神 有点心虚而不看清玄 清玄猜测问他 是不是想问子林 李瑞尹点头 但又摇头 清玄一目了然 说他当初曾想过救子林 但最后 理性战胜的感性 他选择放弃 顺天命而为 逆天自作孽 因为神不能与命运对抗 若因他的执念救了子林 日后 命运也会再次的把子林收回去 冷淡地问李瑞尹 是不是觉得他很无情 李瑞尹说他不是无情 只是习惯压抑自己的情感 他希望清玄哥以后 想笑时就笑 想哭时就哭 不会有人责怪他 如果有 他会挡在前面保护他 对清玄战犯灿烂的笑容 清玄被李瑞尹愉悦的气息所沾染 不有自主的笑嘱颜开 中午吃午餐时 施文琪夸张的喝了好几口水 李瑞尹问施文琪 还好吗 施文琪说 他的嘴巴快酸死了 问一堆鸟问题 说鬼会不会肚子饿 会上厕所吗 还有问鬼大便是什么颜色 神经病啊 什么烂问题 浪费老娘的时间 李瑞尹说 太扯了 是电视看太多 走火入魔了吧 施文琪也觉得离谱 搞不懂这些学生脑袋装什么 反正他从明天起 不甩这些屁小孩 李瑞尹说这样也好 他们得把时间花在对的事情上 他从今晚开始 要辅导那些怨鬼 清玄哥也珍视的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他平日也要忙课业 晚上还要找时间练笛子 假日还要被拉去跑操场 现在还要在百忙中 抽一点时间出来与鬼沟通 他又不是铁打的身体 哪吃的小 施文琪抱怨起清玄 李瑞尹立即帮清玄讲话 说清玄哥也怕他太烈 所以每晚只需跟一只鬼讲话 而笛子 清玄哥说他现在吹得不错 假日再练习就可以了 李瑞尹谦笑 清玄哥说有一些怨鬼 因执念太深 投胎转世后 还夹带前世的执着 进而做出偏扎的行为 清玄哥想试是 用感化的力量 让鬼放下执念再去投胎 他很高兴自己 能帮上清玄哥 清玄哥